日本彻底输掉这场价值350亿的高铁之战,安倍主动对华球和。 立下刚过,传来一个好消息,印尼亚万高铁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,一系列主要桥碎工程陆续开工。 中企承诺,将投入最强力量,尽最大努力,采用无现金售票,刷点进出站,网络全覆盖等先进技术,为印尼人民展示一条全球最舒适的高铁。 海外探客发现,随着这条高铁的建设进入全面施工阶段,日本方面也展示出主动求和的姿态。 印尼市带路倡议的重要参与者与合作伙伴,由中企承建的压加达,万龙高铁市旗舰项目,这条总长近142公里的线路投资总额达到55亿美元,约合350亿人民币。 众所周知,2015年10月,中企与印尼四家公司成立联合体,标志驻日本失去了这个高铁项目。 印尼方面选择中企来为自己修建高铁,是经过反复比较与精确计算,从实际出发,选择了一个最适合本国的合作方。 主要的衡量因素可能有以下几个。 一、从建设和运营高铁的经验方面,日本处于劣势。 中企具有在多种地形、地质和气候条件下修建高铁的丰富经验,从千里冰封的高原到炎热潮湿的海南岛,都被一一摆平。 而海南的状况与印尼高度吻合,能够极大的降低工程的风险与成本。 二、从诚意来看,日本明显不足。 在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的带路倡议精神指导下,中企高度理解印尼的实际需求,接受了包括不占用国家预算、不提供国家担保的条件,而且在联合体中,印尼占了60%的股份。 双方不是单纯的利益结合,而是命运共同体。 与此相反,日本却始终要求雅加达提供担保,明显是不信任印尼的未来。 三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连续7年成为印尼的最大贸易伙伴,2017年双边贸易额超过600亿美元。 从长期来看,印尼方面清楚,与中企合作的潜力更大。 失去了这个工程,日本的反应是气急败坏,恼羞成怒。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,大国还进行了阅兵,中日关系处于冰冻状态,安倍多么希望能够打赢这场高铁之战。 更何况,日企本来认为十拿九稳,最有希望拿到这个工程。 日方从2008年就开始下功夫,拿出了三份报告,四次派特使到印尼游说,却最终因为不能满足印尼方面的双部要求,不占用国家预算,不提供国家担保,而折戟沉沙。 从战略意义上讲,日本的失败成就了对手。 这是国产高铁首次全系统,全要素,全产业链输往国外,中企全城主导勘查,设计,建设,运营,管理全过程,是当之无愧的出海第一单。 更重要的是,以这个工程为支点,带路倡议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实现了完美的对接。 亚万高铁只是两国合作的开始,更是打开东南亚市场的敲门砖,意义重大。 吃了这次亏之后,日方算是长了寂静,为了与中企争夺印度高铁项目,日本以下给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,让莫迪都觉得不要意思。 这条505公里的高铁预计耗资18000亿日元,约合1050亿人民币,其中1万亿日元,585亿人民币,由日方提供利率仅为0.1%的贷款,期限长达50年。 而为了控制风险,日本的原则是只提供1.5%的贷款利率,期限严格限制在25年以内。 为了争一口气,日本不惜割肉,搞得后来想修高铁的国家,比如泰国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,都以此为标准。 而今日本也似乎意识到,当初赌气给印度的价码太过优厚,照这么承包工程,会把裤子都亏掉,因此也比较后悔。 另一方面,日本虽然丢了亚万高铁,却并不死心,一直紧紧盯住亚万高铁的进展,始终抱有一丝丝侥幸。 这条高铁线路本来计划的工期是36个月,结果好事多么,直到2018年春天才开始实际施工。 本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现在印尼总统佐科应该主持竣工仪式,并登上时速300公里的崭新高铁向全国展示成就。 印尼方面很诚恳地承认是几方的问题延误了高铁工程,而中企则履行了所有协议。 日方好不容易抓到这个机会,当然要极尽羞辱嘲弄之能事。 日本一个搞漫画的家伙弄出一些东西来解恨,讽刺印尼总统佐科因为高铁工程进展缓慢而贵求安倍帮忙,结果遭到印尼方面的强烈抗议,日方不得不道歉。 而今,亚万高铁进入顺利施工阶段,宣告日本彻底输掉这个价值350亿的高铁工程,已经没有任何翻盘的可能。 中日韩首脑5月9日即将在日本进行会晤,带住这样一场完胜,日方的态度显然会更加务实。 根据媒体报道,安倍决定以经济和作为杠杆改善两国关系,谋求在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框架下设立官民协议会,围绕带路倡议的市场和工程进行协调,实现优势互补。 探克认为,经过一系列的激烈竞争,实力处于下风的日本终于意识到核则两立,斗则两伤。 这也可以视为安倍主动对华求核。 既然都想把亚非欧的基建工程当成机遇,就要秉持求财不求气,交友不树敌的原则,问题是日本一直做助损人不利己的勾当。 而只有在彻底挫败日本的图谋之后,日方才会规规矩矩地坐在谈判桌旁,简而言之就不打不老实。 如今尽管两国关系缓和,可手中的大棒不能料,虐日本越狠,日本就越谦卑。